Move歌手道场团有我华晨宇带团 今次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 以及我喜欢听的歌 感受的话 我只有比赛的时候 刚开始参赛的时候 感受会不一样 因为我就是一夜之间突然从一个没有太多人认识我 突然变成了全中国人民 就很多人都认识我 知道我 然后这个感受会不太一样 还蛮神奇的 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害怕 就是觉得突然很多人认识之后 会怕自己没有太多的自由 专辑首先它是 它的名字叫做卡西莫多的礼物 然后它其实整个专辑的气质 就是有一种孤独的一个感觉 对就很像卡西莫多这个人 因为卡西莫多他本身是 巴黎圣母院里面那个敲钟的钟楼怪人 所以这整段专辑会跟这个人物的形象很像 就是会比较简单 会以一个小人物的方式来呈现 就好比我这个专辑里有很多歌的歌名叫做微光 或者是烟火里的尘埃 它都是很小的东西 比如说微光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光芒 然后尘埃 烟火里的尘埃它就是尘埃而不是烟火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 但是又会有自己的能量在里面 然后就是在有一种在让大家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我这张专辑呢就是很多的歌曲都有一个有点带点孤独的感觉 比较自我 可能跟感情没有太多的关联 对 都是表达自己的一个感受 小时候就有看过巴黎宗明院 这个我是看的那个电影 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卡西莫多这个人 他是虽然他的外表不好看 但是他的内心却很简单很善良 然后就是非常的纯净的一个人 我就很喜欢这个人 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对 然后我写 因为这首歌 因为我专辑里有一首歌也叫卡西莫多的礼物 然后这首歌本身是我自己写的 对 然后我当时写的时候也是因为在欧洲 就是欧洲的一个教堂里面 然后我看到了一幅很抽象的一幅画 然后那幅画上面画了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 我当时灵感就来自于那幅画 后来我回家写的时候 我也是 我会写的有点偏带一点点古典音乐的感觉 对 所以这首歌会有一点古典音乐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后来我在收集歌词的时候 我有收来很多的歌词 最后我挑中这份歌词是因为我被他的这个名字吸引到 然后我觉得因为卡西莫多其实他也是一个不好看的人 就跟我看到的那幅画很像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人 对然后但是他又有一点忧伤的感觉 所以我的歌就我就觉得这个词跟我的歌就是一样 对 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写的 我当时写它的时候是我在家里面看世界杯 看足球 然后我当时就在看的时候就在想 我说哇球场有很多的观众吗 我就在想如果这十几万人全部都在唱同一个旋律 唱一唱同一句话会不会很酷的很牛的那种 然后我就我就突然就有灵感就来自那里 然后我就去尝试去写 然后我就写的时候我也是一开始很简单的在写 我就用一个指头弹钢琴就弹一个音 然后来唱一句话就唱同一个旋律 我后来就变成两个指头弹钢琴 后来变成三个指头弹钢琴 就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叠加不断叠加 但是我唱的永远都是那一句旋律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 因为我想要有一个大合唱 所以我需要这个歌词是有一种 呼吁人们来做点什么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词 所以后来我想的是why nobody fights 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战斗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对所以这个词它用的是一个 反问的一个形式 就是会有一种在呼吁人们来去做点什么 其实大概指的也就是希望 就是能够让大家敢于做自己 然后就是如果心里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敢于去说出来 敢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所以我这个歌后来写完之后 就邀请了我的歌迷来跟我一起完成一个这首歌 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大合唱 我请了一百位歌迷过来帮我录的 对因为我想要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声音 对那这个这首歌也是我写的 然后我写它很有意思就是这首歌 它这首歌有多长时间 我就用了多长时间把它写写完了 对就是就是我直接就一遍一遍过 也没有太多的故事啊什么的 就就只是突然一下灵感来了就写 然后一写就一遍就写完了 然后写完之后我自己一听 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然后我就就就直接就确定就就这首歌了 对 《烟火里的尘埃》也很好听 这个我其实也很喜欢 就是啊 因为这首歌是灵溪老师帮我填的词 对然后啊 而且词的内容我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我这次想推荐一下我品尝 我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曲 我很喜欢一个歌手 他的名字叫首岛魁 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女歌手 他的声音很好听 比如说他的歌有红彩虹的红 然后还有一首好像是叫家族的风景 对家族的风景 这两首歌都很好听 我可以推荐大家听一下 然后还有国外的 还有一个叫Mills一个乐队 然后他们有一首歌叫 Time is Running Out 然后这首歌也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这次想